我們上次的大概講到這個SERVAL COMPANITY 那裡頭的有一些東西稍微簡單把這個想法呼吸一下 就是說我們這個SERVAL COMPANITY主要討論的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晶體裡頭通過生肢來做一個導熱的過程 那這樣的一個導熱過程呢 我們有去估算它整個熱流還有怎麼跑 所以我們上次有稍微提到就是說 假設我們把這個晶體的導熱過程 裡頭生肢的導熱過程 是一個溫流的熱流 就是我這邊一端金屬一端加熱 然後呢我的熱慢慢的這樣流過整個金屬 整個流過整個這個固體 然後呢它也有的微度T2X是TDX 那我的這個熱流呢 也就是我單位時間流過單位面積的能量 叫做熱流 而且是負配TDX 好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上次有講過 如果你把鍋子寫這樣的話 整個這個傳輸呢 是一個所謂隨機或者是擴散的一個方式 其實這個想法很簡單 你可以想像到一杯水 第一滴紅墨水 對不對 它會擴散 它所走的方式 其實就像這個樣子 就是紅墨水的濃度高的地方 要往濃度的地方去擴散 對不對 那這裡有什麼溫度高 那我們就不用去擴散 那前面就有一個擴散係數 所以它告訴你 能量的這個形式 就是一個隨機的形式 因為擴散就是我們 類似的隨機的一個方式 所以呢這代表說我們這個能量呢 它不是直接的就是 假設你澎墨水放在震風中 對不對 在太空中震風中 它的澎墨水要擴散的話 它就是基本這樣可以出去 沒有任何的這個碰撞 或是沒有任何的這個阻礙 好 那所以呢 如果是那樣的形式的話 熱流就跟你的這個溫度的幾度無關 但是我們現在講的不是這件事情 講的是 它是一個隨機的運動 所以我們這個 這個傳導的這個模式呢 它是一個隨機的運動 它跟溫度的幾度有關 也就表示說 它跟某種東西的平均自由金很關 那這種東西的平均自由金 我們講的就是所謂的這個 深圳的這個碰撞 好 那因此呢 如果想到我們之前的 剛剛的J-U-A 附的這個 這個 K成長比例比X的話 我們就可以想到說 這個K 會跟什麼有關呢 我們剛剛說 它跟平均自由金有關 那應該也要跟它速度 還有它翻譯能量 跟這個比熱龍有關 對不對 所以 這樣子我們就會想到說 欸 當時我們以前在講這個 氣體動力論的時候 我們一樣有一個擴散的這個公式 那就跟你這個K 有關 那這個K 在講氣體動力論的時候 它其實是跟三分之一的C-L 是有關的 那這個C 是指單位比例的比熱龍 那V呢 是這個 粒子的速度 把它收音 那L 就是粒子的平均自由金 那在我們之前這個學友講過了 那D-Bine呢 就把這個東西 用在所謂的這個界列附體 界列附體 界列附體上 去做這個 就是說這個界列附體裡頭呢 它這個身子呢 怎麼去 去 去 把這個熱給傳出去 那首先就是在 它來 把這個公式做一個轉化 好 那這個上次我們也講到 就是某些附體 它的這些公式 我們可以由深處去量出 相關的一些 需要的數據 好 所以我們上次再來就講到這邊 那我們就是說 假設我們今天開始去思考 一個這樣的一個問題的話 我們怎麼去想像說 這個物體如何達到這個熱平能呢 那我在這裡頭把這個 這個能 整個畫一個圖 做一個比較 做一個板書的一個解說 稍微寫一下 好 我們可以想像一個問題 就是 假設我今天有機子 怎麼都沒有白色分別 哇 沒有白色分別 怎麼辦 用藍色或紅色形好像 差不太清楚對不對 先用紅色 我們會想像說 假設 這樣這樣清楚嗎 紅色可以嗎 可以喔 好 你的那個金屬棒 一個金屬棒 好 我們先想像這個情況比較簡單一點 金屬棒中呢 有一些身子會移動 我先把這組給去像畫了 假設是顆粒 原生會隨意的移動 原生會隨意的移動 好 那你可以想像一件事情 你的這個流動 先不管它是熱流或是粒子 有一個flux 往正x方向的flux 它還可以佔有2分1的n vx 假設這個叫做 你的x方向的flux 那同樣的往負的x方向 我一樣有在另外一半的這個熱流 vx 對 5的flux 那你前面可以加個flux 因為這個b是絕對值 你只能可以加個flux 那我應該這個整個粒子流是正的 所以你大概了解一次 之後往復的方向就走 它的這個整個粒子流 那因此呢 我對你所謂平衡在 你所謂的月的時候 在平衡的時候呢 你可以知道 所以5x應該可以5的2x 就往正的流 要給往負的流 的這個速度應該是要一樣的 好 那這是一個基本的假設 那我們再來 再想一些問題 那這是粒子流 我們在想什麼 一個粒子 它過去翻譯這個熱 就想要練多問題了 一樣 這個東西 這個棒子 這個棒子呢 它有一個溫度差 這邊溫度是t加data1 那這邊的溫度呢 是t 好 你可以想像一件事情 當你要去搬運熱的時候呢 你搬了多少熱 從左邊到右邊 我們知道這個dataQ啊 你搬熱的這個 這個差值呢 其實是什麼 c t加data1 減掉c d 那cd是什麼呢 這個c 這個大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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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C代表什麼 大C代表什麼 代表什麼 代表的是我的鼻熱鬡 這不能寫鼻熱鬡 是熱鬡 它沒有鼻 沒有出傷 叫做熱鬡 大C代表熱鬡 好 大C代表熱鬡 所以你可以想像到 這兩邊 假設要把這邊的熱搬到這邊去的話 我總共要搬過去的熱 就是什麼 c 就是這邊的熱 跟這個熱的差值 對不對 要搬過去的熱 要搬這麼多過去 那搬這麼多熱過去的話 那這個大C呢 等於n倍的小C 所以這個C 我把大C這樣寫好不好 加一個這樣好不好 這叫大C 這個叫熱鬡 小C呢就是鼻熱鬡 鼻熱鬡 鼻度對不對 Specific 鼻度就是你把它除掉 這個體積 或是除掉 貨爾數 叫鼻熱鬡 小C叫鼻熱鬡 OK 所以大C等於n倍 這個n的小C n是什麼 然後栗子數 或是貨爾數 栗子數 好 所以有這個概念之後 你把它帶到這個獅子裡 上面那個獅子裡頭去 這個獅子 你把這個nC 把它帶到這個裡頭去 你就得到什麼東西 你就得到一個就是我的 我的點塔Q 其實叫什麼 n小C 點塔T 對不對 我們先把這個概念給你清楚 到底搬了多少個過去 好 那再來 我們說這個例子碰撞 回到這邊來看 這個例子碰撞 平均可以走我們這個距離 我們叫平均自由徑 沿對方向 好的平均自由徑 那X方向平均自由徑 其實等於什麼 其實它等於沿著X方向的速度 沉上什麼 它的t t t是什麼 碰撞之間可以移動的這個時間 對不對 所以呢 這是我 例子 沿 x方向 是速度 它呢 是平均通常時間 平均 恐狀 平均恐狀 錯了 所以我速度 乘上平均恐狀 時間 是不是就是我平均 可以走我們去 像平均自由徑 對不對 LX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邊 把它寫過來這邊 我們又知道說 L LX 等於VX 乘上平均恐狀 時間 現在有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就有這個式子 這第一式 這第二式 就有這兩個式子 好 到這裡有一個問題 沒有問題 好 我們接下來再繼續思考 好 假設我們今天知道我們的溫度差 DNRT 棒子兩邊的這個溫度差 DNRT 其實跟什麼有關 我們這個DNRT 或者說 不要講這個棒子兩端 我們說 這個點 這一塊 這一塊固體 跟這一塊 這間溫度差 這兩邊的溫度差 溫度差 好 假設 這兩塊的距離 剛好是一個LX 就是 我兩塊區域 他彼此之間分隔的距離 是差LX的情況下 他如果差是多差 好 你想像這個問題 兩塊只差距離 差LX的區域 他有差在什麼寫 是不是 但是不要在那邊也寫了 這應該寫 兩 區域 兩 兩個區 兩區域 兩區域 距離 一個 平均自由記 是溫度差 是溫度差支 要怎麼寫 是不是叡納那踢層上我的 踢度差距還是讓我的整個長度 對不對 長度剛好就是一個平靜自由線嘛 我的踢度 我現在要問的問題是兩個區域 這兩塊區域它只差了一個平靜自由線的長度 那之間的兩個路差會差了多少 是不是這時候叡納那踢 就可以寫成頂踢DX 就是頂踢DX是什麼 是單位長度的溫度踢度嘛對不對 直接點溫度踢度 溫度踢度 然後呢LX是平靜自由鏡 這樣就告訴你說兩個平靜自由鏡 在平靜自由鏡的這個距離下 它會差多少 是點到哪裏的VT V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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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論上會是應該這樣子 那你三個方向 假設你的熱傳是一個隨機擴散的行為 所以理論上應該沒什麼 三倍的什麼 你擴散你三個方向都應該是一樣的 所以你應該是隨機的 所以這是在隨機的過程中 如果是隨機的話 他就累三倍 也就是說什麼 我的VX 我推演出我的VX 08等三分之一的V08 這樣好東西 這是第3師 這是第4師 好啦 那我們這時候就很開始有這些東西都出現之後 就開始來想一個問題 我們怎麼把一個熱去做一個傳輸 所以在這裡有JU JU 所以先說JU JU的音是什麼 JU 可以切起來出來 JU 是不是 單位時間 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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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是這樣寫的話 你可以想想看 你怎麼先把能量 集中間的能量是一雙一包的能量 就是把一包包的能量 從這邊丟到這邊去 所以JU 可以這樣寫 第一個 我們一個能量包 你可以想想看 一包一包的能量 一個能量包 是多大 是一個C 小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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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能量包有多大 7.NRT 你有多少本能量包 N的嘛 對不對 有N的能量包 好 你說只是能量包 能量包有沒有動 沒有動 對不對 所以你怎麼樣是單位時間留過單位面積 是不是你要怎麼樣 多一個VX 對不對 就是把能量包 有個速度把它推過去 對不對 所以這樣才有單 這個能量包 除上什麼 單位時間 它移動了多少 對不對 這就是我這樣丟過去的這個 這個能量有多少 好 分析到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做法的話 我們這個東西呢 就可以把前面的方式帶進去 首先這個C 等下到這邊 這個等下到這邊 這個帶第三次 對不對 我們可以把第三次給帶進去 最後變成什麼呢 可能JU 一個等於付的VX N C 頂T VX 然後VX套 好 那這有VX 這有VX 對不對 所以事實上 就會寫了什麼 付的N 付的N 好 VX零方 C 套 頂T V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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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那這裏頭呢 這個可以帶來一次 這個在第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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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什麼 負的3分之1 N V0 然後 C T VX VX 帶來一個問題 或者另一個寫法 另一個想要怎麼寫呢 另一個寫法 你可以把這個 和NC放在一起 其中一個VX跟TAU放在一起 如果這樣寫的話呢 我就可以拔寫什麼 負的三分之一 然後呢 p x 這個c是大c 我發現大c 好,那在這裡我們知道 我的k 我的k 就可以寫成b 一整的 三分之一 大c 這是什麼 犯人是誰由你決定 全能不要引你去 怪到匡匡人 化劇成魔術聯合共同 這應該 6月7號禮拜的影片 都看到了 你要去記得看匡匡人 不是看匡匡成英匡 看匡匡人 我可以擦掉了 k的一三分之一 c bl 然後呢 所以我可以對你出什麼呢 所以我就知道 我們的ju 其實沒有 這個 固人k t x 好,這樣有沒有問題 其實這個推導的概念很簡單啦 就是怎麼樣把一包包的那樣推出去 其實這個在很多這種推導的老師在很多地方都有 一旦冠軍清楚的話就可以行出這樣的一個公司 這紅瓶都看得不太清楚了 從這裡都沒有白色本地 看得到嗎 可以啦 這樣清楚嗎 可以嗎 因為你光讀課本這樣一塊塊的看起來不太清楚 我我要整理一下 總共概念很簡單 就是怎麼把一個能量包 用一定的速度丟出去 那能量包怎麼寫 就是Nc 就是NcΔT 對不對叫能量包 速度呢是bx 那你要知道這個ΔT呢 大概時間內 它的電池的定義佔一個0.9 大概時間內給你抹上 能量包 就是你的溫度的低度正常變長 你一定是有勁 那比如這個等一面是桃 就把它帶帶帶帶 之後就結尾結出來 就符合我們所謂的 熱傳導的公式 這樣子的表情簡單一點 這樣有問題 給畢業名寫一下喔 我們這裡有多少畢業班的同學啊 有沒有一半 有沒有 因為這個我們課程給分出來 是照那個學習或進入考完 對不對 所以應該不會影響畢業啦 不會啦 好 而且希望你今天能夠過喔 好 為什麼呢 因為明年我打算請你回收課 好 不過也不用擔心 因為反而錄影嘛 對不對 忘記了看錄影 還是可以啦 好 然後中英文一起上 對不對 可以嗎 好上課的時候 就每個人都帶一顆都戶口的手機 對不對 然後開啟 這個去年 就是現在 當時上課這個部分 對不對 我上面用英文講 下面看中文 啊其實要戴手機 是不是 看來是不是一模一樣 對不對 所以盡量不要重修 好不好 大家加油一下 來看看喔 可以嗎 可以喔 還是要來體驗一下 先試試看 學問收課以及小段 啊 可以嗎 好 沒有問題 然後我們就可以 接下去 好 這邊呢就是這個 嗯 這個熱船島呢 他的 一個推演的公式啊 好 這邊呢就是這個 那但是呢 我們看到這個 今天這個熱傳導公司我們必須要特別提到一個點 就是說為什麼會有這個熱傳導是一個擴散的現象 推導是一回事 因為我們推導的一個假設 第一開始的這個假設是說你的這個熱傳導是來自於這個碰撞 把假設他像起碰的一個像起碰的碰撞 所以這個GeometricStandling 就是說在空間中它是一個什麼幾何性的 或者說這個所謂空間性的碰撞 好那數學是這麼說起來有沒有假設是一個碰撞 實際上呢假設這些交互作用力 以及這些交互作用力 本質散它是一個Harmonic的話 它這些碰撞我上面有講過 它並不會產生這個這種擴散的效應 為什麼因為我們這個身體是一個波對不對 那這樣的一個波 你去做碰撞的話 它只會穿過去 它不會有什麼慢慢的擴散的這種想法 因為波本來就是一個怎麼樣 就是不斷檢驗的一個東西 那所以呢 它這些波它唯一能夠限制它的 它就沒有平靜自由界的概念喔 因為平靜自由磅 通常會怎麼樣 被彈回來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是一個Harmonic的波 你就是我們兩個神波 你從左邊甩過來 你又被甩過去 它就穿過去了 它根本不會有反彈對不對 不會有反彈拿什麼 就叫平靜自由界 了解意思嗎 一個波會在空間上 一直這樣子 上向下的起伏 左邊一個波這樣過來 右邊一個波這樣過來 它沒有碰撞 什麼叫碰撞 碰撞就會有反彈嘛對不對 它不反彈就這樣穿過去了 那平靜自由經濟的時候 我往前走 我碰撞一個波的這個長度嘛對不對 它是穿過去的拿到什麼 叫做碰撞 它沒有碰撞對不對 它平靜自由經濟可能也無窮大 了解意思嗎 如果兩個神波 你去甩的話 它平靜自由經濟無窮大 它不碰撞的話 所以你根本就沒有這個問題 你只會唯一被 唯一能夠限制住你的什麼 經濟的邊界 到邊界沒辦法 你一定可以彈回來 不能破再穿出去的 或者是有一些 這個領盤安全 就是所謂一些缺陷 一些缺陷 它才會把波反彈 不然的話 它明明就是等於無窮充長 所以呢 某些情況下 是這種 這種理想的這個傳播 是會存在的 比如說這個超流 或者說這個 其他的一些特殊的情況 但這個情況是沒有錯 是有這種情況 可是對大部分的經理來說呢 這些所謂 N harmonic的Venice Interaction 是有這種 造成我這些生子之間 太紅了 有時候我神鍋過來 這兩個鍋會 會發生碰碰碰黏在一起 甚至我上次有花一種 對不對 碰在一起 它還會小的反彈鍋出現 對不對 這種所謂N harmonic的這個 這個現象 才是